2021年11月12日下午3点12分 李俊慧微博发文正式宣布退役 得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是震惊 接着就是不舍和惋惜 在最好的年龄被伤病困扰 东京的遗憾竟成为落幕的中章 这一期视频也让我为双塔的困局画上句号 上期视频分析了双塔组合和羚羊组合处理发球时的情况 通过数据统计发现 李俊慧、刘雨晨二人的发球明显陷入下风 被羚羊组合全面压制 本期视频我们把重点放在两队的揭发球上 进一步挖掘回合内数据来分析两队的比赛战术 并以此为切入点来谈一谈 双塔二人的矛盾究竟在哪里 揭发球是每回合开局阶段仅次于发球的重要环节 高质量揭发球能够迅速在比赛中占据主动权 掌握场上节奏 形成轮转配合 并且破坏对手发球后的进攻意图 男子双打是羽毛球五个单向中节奏最快、最激烈的比赛 揭发阶段多采用推扑两腰、中场和底角的方式 破坏发球方的发球意图 男双队员的进攻能力普遍很强 这就使得开局阶段争夺主动下压拳变得极为重要 有时候甚至宁可死在往前 也不会轻易起高球给对方 所以揭发球的战略意义与发球同样重要 是任何选手都必须重视的关键环节 将揭发球落点依次标记 前场左、中、右分别为1、2、3区 中间腰部左、中、右分别为4、5、6区 后场左、中、右分别为7、8、9区 男双中一般极少起高球到后场 所以在进行数据统计时 将7、8、9区归为一类 用字母A、B、C、D 分别代表刘宇晨、李俊慧、李洋 和王麒麟处理球的回合 结合各个回合双方的得分情况 可以绘制出以揭发落点区 为主要参考因素的比赛路径图 再将比赛路径图中的数据进行归纳统计 得到球员揭发球数据统计表 观察两队的揭发球落点区域数据统计表发现 双塔组合36个揭发球中几乎一半 选择了中路的2、5号区域 这两个落点区线路短、速度快 对方摆脱角度小 容易形成有利于双塔的双压局面 与教练组的战术布置相吻合 4号区也就是反手腰部落点区 双塔应用不多 仅有5个揭发球打到此区 甚至少于反手往前的1号区 由于领阳组合 尤其是王麒麟的发球落点 较为分散且不时拖后场 使得双塔在揭发球时起了5个被动高球 这一点是非常不应该的 而3号区也就是对方正手往前位置 一次也没有打 说明南双中这个揭发落点相当不利 处于对方的正手位 第三拍极易被对手顺势上来铺抢 领阳组合同样也没有一球打在3号区 双塔组合揭发球的落点区统计 符合双压战术的整体思路 但在局部 李俊慧、刘宇晨二人的揭发落点和策略 却呈现出一定差异 两局比赛中 刘宇晨的揭发球落点相对集中 主要分布于2、5号区 而李俊慧发球的落点则较为分散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1号区 其次是5号区 二者之间的差异体现出 两人战术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 我们先记住这一点 最后再结合其他内容重点分析 再来看领阳组合 总体上讲 二人揭发球落点相比双塔更为集中 其中2号区10次 4、5号区分别为9次 领阳组合的揭发球思路相当清晰果断 选择近身快推快放和反手腰部 三个落点区都是双塔非常难受的位置 局部来看 领阳组合中 李扬的揭发球落点以2号区为主 半以4、5号区 王麒麟则是完全以4、5号区为主 两人选择也是有明显区别 这也是战术思想的不统一吗 看完揭发落点区的统计数据 接下来我们将焦点集中在揭发球得分效率上 双塔组合的揭发球得分效率为41% 高于发球的32% 但是没有达到50% 说明揭发球不能占据主动 多数回合失分 除去没有使用过的3号区 后场7、8、9区的得分效率最低 这是因为揭发直接起高球将进攻拳拱手让给了对方 失分自然只是时间问题 使用率较高的 1、2、5号区得分效率只有33% 43%和40% 其中5号区10次揭发只有4次得分 可以看出这一点对方已经有了较好的应对办法 双塔最主要的战术发起点被对方摸透 4号区得分率超过了50% 但也只是5次尝试中得到了3分 杯水车薪 双塔二人组中 刘宇晨的揭发得分率比较稳定 为40%左右 李俊慧起伏较大 第一局得分率67% 第二局只有22% 这主要是由于李俊慧的揭发球 落点选择广 冒险性强 大多选择比较激进 所以稳定性差 得分效率忽高忽低 二人的揭发得分效率也反映出不同的心态特征 刘宇晨稳自开路 李俊慧以猛当先 让我们也记住这一点区别 林阳组合整体揭发球得分效率为67% 揭发回合优势很大 且能通过连贯运营取得分数 二人中王麒麟发力凶猛 落点指量要求高 第一局失误多 造成其4号揭发落点区得分效率低于50% 除此之外 其他揭发落点区均超过了50%的得分率 可以说是碾压双塔全面占优 不得不说这一场林阳的发挥堪称完美 奥运冠军也是实至名归 那么现在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 两对双打搭档揭发球落点区的选择不同 是战术思想不统一吗 以组合为单位 双塔和林阳在整体上都执行了教练组的战术布置 但局部来看 林阳组合两人在揭发时的处理起到了1加1大于2的互补增进效果 李阳揭发重点在于让对方起高球 发挥王麒麟的后场优势 王麒麟揭发重在远网推压 使得李阳有机会抽压上网 发挥前场组织优势 反观双塔 两人潜意识中的战术思想仍然是以我为主 刘宇晨揭发更多选择推压而非放网 虽然可以发挥自己中前场连贯的长处 却没法为李俊慧创造后场进攻的机会 李俊慧的揭发更偏向于放网和推腰 但即使对方示弱挑高到底线 刘宇晨也缺乏一拍后场强攻的能力 反而会形成礼前留后的不利战位 双打是两个人的游戏 需要互相之间换位思考 让队友打得舒服 而不是自己痛快 配合默契可以扬长臂短 事半功倍 但如果各自为战 缺乏默契 终究只能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双打有矛盾 在采访中两人也大方承认 其实一直都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我想的跟他想的就不是特别一样 因为我属于就是打的球比较凶 我追求很多球 出球追求就是球速 然后可能在对抗当中 就是失误可能会多一些 像我和李俊慧的风格 其实我们两个有点截然不同 但是能一直在配到现在这个样子 也算是非常好了吧 然后就是可能自己这边 可能就是属于连贯 但是球的威胁不是很好 但李俊慧就是说 球的威胁给足你 我能打死你就打死你 打不死你可能自己就会失误这样子 每个人都希望发挥自己最好的一面 只不过双打是两个人的游戏 想要达到合而为一的境界 就必须为对方牺牲一部分 相信双塔在奥运决赛后可以互相理解 只不过圆梦巴黎已成难科一梦 东京奥运会男双决赛的分析 终于告一段落 方方作为一个新人up主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收获良多 不仅揭示了许许多多热爱羽毛球的小伙伴 也真正体会到了做视频的辛苦不易 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多多集思广益 帮助我不断改进 想看哪些双打分析 或者对频道内容结构有何建议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下个系列我已经在筹划当中 最晚下周一和大家见面